范贤看着四顾剑,沉默少许之后,往床头的方向挪了挪,伸手探到这位大宗师的脑下伸进了枕头下面。 这个动作极其缓慢,他手背及腕上的皮肤都能清楚地感受到枕头里塞着的脉壳,以及那些散乱在枕上草乱而无力地细细枯发。 手指头碰到了一个硬物,范贤的指腹轻轻一触便知道是一本粗布包着的小册子。 收手将这本册子取了出来,范贤没有马上掀开粗布,而是正正地看着这个小册子与心里的猜测做着印证。 这是苦和国师留下来的遗物,郑重其事的经由四顾剑之手交给自己,想必是难得一件的宝物。 这么薄的册子,大概真正宝贵的是册子上记载的东西。 四顾剑也不催他,只是平静而漠然地看着墙角,就像他不在自己的身边,就像他先前没有伸手到自己的脑后。 终究范贤忍不住那种强烈的好奇,当着四顾剑的面掀开了布,然后看见了里面的内容,与想象不同,与四顾剑说的话不同,里面并不是一本小册子。 而是两本小册子。 范贤摇着头笑了起来,随手翻开上面那本小册子,看着那些熟到不能再熟,可以倒背如流的天一道无上心法,那种无奈的笑意怎样也掩饰不住。 四顾剑临死前,亲自指点自己关于心意见义的学问,苦和临死前念念不忘把天一道的心法送到自己手上。 范贤的嘴里有些苦涩,看来这些老一辈的老怪物们真的是一群怪物,居然会把抵抗伟大庆国皇帝陛下的最后希望寄托在自己的身上。 大宗师离开这个人世之前,想给庆帝留下一个足够强大的敌人,而庆国之外的敌人已经不足距了,所以这个人选必须从庆国内部挑选。 苦和让二弟子强行延绵陈平平的授术,在西凉路不下棋子,就是算准了在他死之后的天下。 范贤这个年轻人,一定会与他的便宜父亲,因为当年的事情,因为现在的事情,出现一些可以被北齐利用的缝隙。 四顾剑将东夷城双手送给范贤,却也是给范贤背上了一个大包裹,很沉,很重。 你们还真是狠瞧得起我。 范贤怂怂间,手指头轻轻地敲打着青山一脉,示弱珍宝的无上心法,说道,或者说,你们也太大胆了,居然把虚无缥缈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。 你妈是我们东夷城的人,我寄希望在你身上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 四顾剑沙哑这声音说道,不过苦和这死光头,居然也肯送给你一份大礼, 着实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 范贤看着天一道的心法发着症,想着苦和临死之时, 只怕还以为自己从海棠那里学的只是改良版的天一道心法, 却不知道海棠因为担心他的伤势而不顾失命, 将真正的天一道那门心法传给了他, 那还是在遥远的过去,遥远的江南。 不知道海棠现在在草原上做什么, 那边胡歌已经闹起来了, 西湖内乱一起,他再有才能, 远离北齐国境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。 苦和临死前, 把真正的天一道心法交给范贤, 自然是希望集合庶人之力, 在这个世间再造就一位大宗师。 学得太杂,并不见得是好事。 范贤说道, 四顾剑邪灭着眼看了他一眼, 说道, 我是知道你早就学会了青山一脉的东西, 看来苦和没和你照过面, 所以并不知道这一点, 他送的这个册子确实没什么用处。 不过这个册子对剑炉的弟子还是有些用处的。 范贤静静地看着他, 天下四大宗师就只有苦和与四顾剑广收门徒, 以四顾剑善于授徒之能, 忽然间获得了天一道的秘藏, 岂有不大家利用传于弟子的道理。 这是给你的, 而且是死光头之前对我的信任。 四顾剑威傲说道, 我不屑看他的东西。 范贤唇角微翘, 点了点头, 说道, 如果我不把石家村的事情告诉你, 你是不是就不会把这本册子给我? 这话或许说中了四顾剑的心事, 四顾剑必须要判断范贤对于庆国皇帝到底有几分忠诚, 对东夷成可能将有几分照看, 才能最终下决心, 而转交苦和遗物自然也是决心之一。 但是这位大宗师并不承认这一点, 他只是冷漠说道, 这本册子你本就学过, 我给不给你, 能有什么区别? 可是下面还有一本, 范贤的眼眸渐渐平静起来, 拾起第二本小册子, 盯着四顾剑问道, 四大宗师并称于是许久, 你不屑去看天一道的功法, 那是因为你对苦和一脉的功法十分熟悉, 知道再练道如何境界, 也不可能让剑卢有志地飞跃。 可是难道你不好奇苦和郑重骑士交到你的手里, 与天一道内门心法放在一起的小册子是什么? 那本小册子更薄, 约莫只有二十几页, 范贤的手掌摁在册子之上, 含笑看着四顾剑等待着对方的回答。 我当然感兴趣, 因为我从来不知道苦和这死光头, 除了那些用来种花种树的烂真气外, 还有什么别的能耐? 四顾剑沙哑着声音说道, 你先前说学的杂有什么用? 学的杂当然有用, 即便你不用也可以参详着。 所以您参详了一下, 四顾剑没有否认, 冷漠说道, 我要当邮差, 看一眼总是可以的。 沉默半赏之后, 四顾剑微合双眼说道, 可惜我看不懂。 当他说这句话时, 范贤已经好奇地翻开了下面那本小册子, 他对里面到底记载的是什么, 大感兴趣, 然后当他翻开这些薄薄的书页后, 却失望了起来。 四顾剑都看不懂的东西, 范贤自然更看不懂, 就武学的境界与物性灵性而言, 范贤比这位大宗师差得太远, 他失望地看着书页上面奇怪的字眼, 奇怪的词汇组合, 死死盯着, 却是一无所解。 普瑞马维拿, 普瑞狗, 提阿莫, 得维系, 剑炉上空的天已经全部暗了下来, 只有远处的海面上还泛射着深蓝的幽光, 映到陆地上后, 深蓝以淡以灰, 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, 范贤叹了口气, 将这本小册子放了下来, 他本想着苦和留下来的法门, 如果自己不懂, 也可以与四顾剑互相参想一下, 毕竟大宗师这种怪物, 死一个变少一个, 这种向四顾剑讨交苦和遗物的机会, 再也不可能有了, 至少这个世界上再也不可能有了。 然而, 他无奈地发现, 自己竟是连提问的可能都没有, 因为每一个字都是那样的怪异, 组合是那样的不合逻辑。 老少二人在房内一坐一卧, 其实都在思考着苦和留下来的最后一本小册子。 四顾剑忽然睁开双眼, 眼眸里涌过一丝疑惑, 缓缓说道, 三年在山顶上, 苦和曾经比过一个手势。 山顶, 自然是大东山顶, 那一场风云际会的宗师战。 闻得此言, 范贤顿时心中一动, 认真的倾听, 然而四顾剑咳了两声后, 又陷入了沉默。 那是什么手势? 范贤皱眉问道, 应该是西方的法术。 难得的四顾剑也不自信起来, 因为在他看来, 在这片大陆所有的舞者心中, 西方的法术, 以及修炼这种法术的法师, 都是鸡肋之中的鸡肋, 以苦和的境界实力。 怎么可能花时间去修习这种毫无用处的东西? 然后听到这句话后, 范贤却扶置心灵, 双掌缓缓地合在胸前, 脸上浮现出一丝满意的笑容, 难以至今地摇了摇头, 笑着叹息道, 我知道这上面写的是什么了。 是什么? 西洋文字, 只不过是直接用咱们的文字按音节翻了过来。 范贤怂怂间, 说道, 我大概是七岁的时候用这种法子, 没想到苦和大师这妖牛的人物, 居然也用这种幼稚的法子。 当然, 能让范贤想到这点的, 不仅仅是那些奇怪的词汇上面, 给他带来一种西式翻译小说的熟悉感, 也不仅仅是因为他当年也曾经苦练过三块肉喂你妈吃, 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想到了前世曾经看过的一本小说。 金先生写的, 关于九阴真经, 郭靖那个傻子, 屋里抹黑那张人皮, 四顾剑皱了皱眉头, 说道, 西洋文字, 难道真是什么法术的东西? 那有什么狗屁用? 谁知道呢? 范贤有些头痛, 看着手掌上的两本小册子, 想了半会儿, 认真地揣进怀内, 说道, 苦和大事留给我, 想必还是有些用处的, 不要把精神放在这些没有用的事情上。 四顾剑开口说道, 他依然对西洋的蛮荒东西, 保持着先天的鄙夷, 这大概是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自然俯视, 兼容并蓄, 拿来主意。 范贤应道, 谁知道我学了后会有什么好处, 你能看懂这些乱七八糟的话。 四顾剑第一次皱了眉头, 唯正看着范贤, 这本小册子落在他的手上已经两年多了, 虽然秉承着大宗室的骄傲, 他并没有偷看天一道的心法, 但对于这本鬼话符一般的册子, 还是钻研了许久, 他也想知道, 苦河留下这么一个东西, 究竟有什么深意, 只是无论他如何钻研, 也没有任何进展。 如果说是西洋文字, 可是四顾剑指掌东夷城, 城中官员百姓多与洋人打交道, 可是也没有听说哪些洋人是说的这种言语。 范贤笑了笑, 说道, 我也得慢慢猜, 以前学过一些, 可是忘得差不多了。 是的, 苦河留下来的小册子, 上面那些文字是意大利语, 而庆国东夷城打交道的洋人, 基本上操持的都是一种变形后的西班牙文或是英文, 范贤也没有怎么认真研究过, 反正大致上是那么一回事。 而范贤学过意大利文, 前世大二时选修过, 这是巧合还是缘分? 所有的事情都说完了, 四顾剑需要交代, 移交的事情, 已经和范贤做完了彼此间的参想。 范贤从床边站起身来, 准备离开房间的时候, 忽然间微垂眼帘, 认真问道, 我始终还是不明白, 你到底为什么会选择我? 叶青梅确实算半个东夷人, 但明显他当年在庆国付出的心血更多, 任何一个看过那张黄山女子促使和地图的人都会这样认为。 仅仅因为所谓户籍, 便将整座东夷城的自由存在放在范贤的身上, 放在这个曾经让东夷城吃了无数血亏的庆国年轻权贵身上, 难道不需要一个理由吗? 四顾剑说道, 所谓人之无匹不可交也。 我曾经论断, 你对世间无心, 故而不能大成。 然而人之无匹不外乎两者, 一者乃圣人, 一者乃假人。 你便是一个无匹之人。 四顾剑继续说道, 但大东山之后, 与我而言, 你却陡然生出了些真性情, 只是一直被掩藏得极深。 所以我想, 你应该会往前者的路上走。 这个世上能有这样不为一己之私利, 一国之私利, 只为自己的心意安宁而行事的人吗? 四顾剑双眼淡默地看着他, 以前曾经有一个, 我希望以后也能有一个, 如果赌错, 那便错了, 我并不在乎。 一个将死的人, 总是最勇敢的赌徒。 范贤沉默许久, 然后走出了静视, 走到了剑坑的旁边, 看到了王氏三郎, 正悲伤地流着无声眼泪, 正像孩子一样, 用袖子抹着眼泪的王氏三郎。 坑内千剑冰冷, 王氏三郎看了他一眼, 走入了静视, 片刻后, 所有剑卢的弟子, 都肃然地走入了静视, 包括云之蓝在内, 没有人发出任何一丝声音, 没有人去看剑坑旁的范贤一眼。 而我就是学现了很多区别的我。 让我与你这是一个序话, 让你急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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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急速速的, 真是需要不小心, 因为你要注意力处, 或许多多幺大的影响,